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这个一年有99%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扩造发挥 但是呢总有1%的时间让你感觉到你的投入是值得的 你愿意为它终身付出 我是徐欣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 现在已经命名的恐龙数量呢一两千种都有 我们国家呢发现的恐龙物种呢超过了两百种 像我自己参与的命名的恐龙数量呢应该超过了七十种 是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事情 在这个199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呢 报道过一种叫做辽宁古道鸟的物种 后来呢我发现了古道鸟这个标本呢 实际上是一个恐龙的化石和鸟类的化石 拼到一起的一个假化石 把这个信息我告诉了 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纠正的古道鸟 这样一个错误真实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 让一个虚假的东西存在 传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好的 这是我们最近发现的一种叫做彩虹龙的非常有意思的恐龙 最有意思的是呢 如果你在电子显微镜下面观察 你就会观察到各种各样的柄状的结果 那么你跟现代的鸟类 这是现代鸟类的一些数据进行对比 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在这个1.6亿年前这种恐龙呢 身体上已经有一种非常非常特化的 这个我们叫做黑色素体 那么黑色素体是帮助这个鸟类羽毛产生颜色的一种机制之一 统计分析 你会知道彩虹龙它的这个黑色素体或者它的羽毛这些结构 跟哪类恐龙或哪类鸟类比较相似 这个是一个它这个眼花术 这是彩虹龙的位置 就说明呢 它跟净鸟龙是一个小家族的 然后它跟始祖鸟这些世界上最早的鸟是很近很近的 这个是著名的叫鸡皮青岛龙 发现在山东的 后边那个长脖子的叫做马门西龙 是在这个四川发现的 叫河川马门西龙 后边一个北美的霸王龙 这有些是化石有些是模型 这个化石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小盗龙化石 看到这复原呢我们叫它这个四翼恐龙 这个化石呢告诉我们鸟类最开始飞上蓝天的时候呢 光是前肢是不够的 所以它还要依赖后肢 也就是脚上还有这个大腿小腿上的这个羽毛 来帮助它飞行 最后呢它的这个随着前肢越来越发达 后肢上的羽毛退化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鸟类大家可以看见 就是用后肢来走路 前肢来飞行 我们就可以复原恐龙怎么样一步步的变成鸟类 我的一篇科普文章被收录到这个 小学语文四年级的课文当中 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应该说这是我写的最认真的 花心血最多的一篇文章 我们经常会去一些非常荒凉的地方寻找恐龙化石 这是在新疆西部的准戈尔盆地 这儿呢是在内门西部叫巴安诺尔 也是个戈壁沙漠地区 这些地区呢没有植被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去寻找化石 而且这个地方往往有这个保存化石的岩层出路 像我自己也是早期 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野外 白天非常非常的炎热 有的区域的地表烫的我们可以把鸡蛋烤熟 我们经历过突然断水交通事故 我自己呢有一次坐在车上从一个大山上下来了 发现我们的刹车管被电断了 然后我们不得不开着没有刹车的汽车 又跑了100公里 因为要找到最近的修车的地方 我们的队员呢也出现过被一些有毒的昆虫咬伤 更多的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挑战 野外工作你想如果你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没有收获会让人很焦虑 但是呢这些呢都没有阻止 我们的队员去寻找更多的化石 每次的野外呢都坚持下来了 有了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 现在的鸟是猪蚊带时期的恐龙的一致的后裔 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恐龙的时代 我们除了科研工作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实际上就是科普 我自己写过五六十篇 科普的文章书籍 我自己做的科普报告至少也有五六十厂 在国内甚至呢在国外 像在美国在英国在阿根廷甚至 我们也需要让更多的人关注科学 了解科学对科学感兴趣 从事古生物研究呢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枯燥的过程 但是呢确实你会有非常享受的时刻 比如说你发现了一些新的信息 最学悦的时候你感觉到大脑一下痛白了 一下眼前一黑都有那样的 然后你会特别想找人去分享你的想法 或者你的发现 我们研究画室 会帮助我们了解地球过去的生命演化历史 回答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样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我自己是觉得科学是人类 未来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最起码它是制一吧 所以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的 我们来做更多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做更多的这样的事情 有一点点